这一场的游行却是引发了车祸了 来看到这是因为去年 因为狗互告而出名的董娘王轩 因为狗的争议 他这次是杠上了竹科 他认为说遭到竹科的管理局打压 所以昨天他带了八个比基尼辣妹 做了无声的抗议 在上班时间有身材火烂了比基尼辣妹 在逛大街 当然大家看着看着 有人看得分神了 结果发生车祸 大白天的八位亲娘辣妹身穿比基尼 在新竹科玄虚外 拒拍抗议 民众上班赶时间 却突然有仰眼画面 有驾驶看到分神 一个没注意把隐形盖都给撞凹 辣妹究竟哪来的 原来是竹科联电荣誉副董 宣明志的亲家 长风公司老板的千金王轩 布满科管处拆了他屋顶的气球 拒拍抗议 危险吗 不会万一会掉 没有是安全气体啊 不是不是 上次飞掉有那个高压线 就被那个气球残到了 可是我们这边没有高压线吗 王轩跟合情科技董娘 白连平的狗咬人官司 禅送两年 期间质疑科管处偏袒对方 在自家顶楼挂气球标语抗议 却遭到强行拆除 科管局啊 有没有带名片 有没有带识别证 我哪知道啊 然后他说你叫我猜就猜啊 为了抗议 这回祭出辣妹扫尖 确实成功吸筋 但却意外造成车祸事故 这是我们先绍讲 亲自报道 优优独播剧 bus 咱 佛论